大家好 我是學長 回來到咖啡沖煮功率 今天跟大家聊一個算是進階的一個邏輯思考吧 就一般來說學長都會鼓勵大家 一定要自己測試到自己適合的研磨度 譬如說我今天示範的例子夠 我是用25的研磨度 或者說用O的磨豆機 我平常是4.1或4.2 這些都是我習慣用的研磨度 相信各位如果常常看學長的頻道 自己天天在手沖 也有自己命定的研磨度 但是學長今天跟大家講一個比較特殊的觀念 就是你三不五時 還是可以挑戰一下用不同的研磨度 尤其是一個是偏細的 一個是偏粗的 那為什麼呢 這個概念在於是說 即使是同樣的萃取率 但是當你的研磨度變粗的時候 它的風味的表現 是跟細或是普通中研磨度 它的風味是會不一樣的 那舉個例子來說 其實煮咖啡有點像是煎牛排 學長常喜歡講這個例子 煎牛排 假設八分熟對你來說是最喜歡的熟度 六分熟可能對你來說太深了 十分熟對你來說有點太老了 八分熟是你的最佳熟度 那你平常在家裡用鍋子煎呢 你可能是OK煎兩分鐘的時候呢 你的牛排是最好吃的 剛剛好 但是如果你今天呢 試著用不同的方式去做組合 譬如說 你前半段呢你先用酥肥 後半段呢你再用上鍋子去煎 一樣是煎到八分的熟度 但是我們都知道嘛 純粹用鍋子煎跟使用酥肥搭配鍋子煎的牛排 吃起來的風格是不太一樣的 風味也會不太一樣 換句話說就算是熟度一樣 烹調的過程之中它的變速 它的傳熱 它的導熱的方式的不同 都會導致你牛排的味道變不一樣 就跟你手沖咖啡是一樣的 那像我今天用的示範的是 例子C的磨豆機 平常我喜歡用的是這個 25左右的研磨度 25的研磨度 我一般來說是用90度的水溫 然後呢我大概充足 搭配V60的情況之下呢 大概是2分5秒到2分10秒之間 所以呢流速算是蠻快的 但如果我今天呢 在追求萃取力差不多的情況之下 我使用了比較細的研磨度 OK 那細的研磨度 各位應該有這個概念嘛對不對 研磨度越細 你的萃取的效率會越高 但是呢我們在保持類似的萃取力的情況之下 為什麼要保持類似的萃取力 因為你比較喜歡的風格 大概就是 如果在那個萃取力的 的範圍之內 所以我們不要調整太多萃取力 所以如果當我的研磨度變得比較細 它會比較容易釋放 更多的物質的情況之下 我們可能就要調整一些其他東西 讓我的萃取力 抓到跟我平常喜歡的差不多 譬如說 研磨度變細了 我可能水溫 我讓它降低一點點 因為水溫降低 萃取力會降低 對不對 或者是說 我讓我的整體 沖煮時間變短 因為粉跟水接觸的時間越短 當然它融解出來的東西 就會變少 那在細研磨的情況之下 你用比較短的時間 一樣可以讓萃取力 維持跟你平常喜歡的差不多 所以這個思路呢 我們就可以聽得出來 OK 我用調整了研磨度變成細 這個時候 即使萃取力是一樣的 你的咖啡呈現出來的風味 其實也會是不一樣的 就像剛剛舉牛排的例子一樣 這種風味你喜不喜歡 我不知道 但是呢 當我們沖煮咖啡 沖煮酒的時候 我們都會有一些習慣性 當我們去打破這個習慣 去試著用不同的變數 去做重新的組合的時候 確實可以找到一些新的可能性 你會發覺說 我的確可以做到差不多的萃取力 但是 它跟我用 例子C25 或是用更細例子C20的情況之下 這三種研磨度喝起來的風味 我可以跟大家講 絕對都是不一樣的 當然 剛開始是新手的時候 我們可以追求穩定性 我們先固定一個研磨度 然後把其他的 充足的給水啊 然後或是說 我把我的手法先固定好 那練手以後呢 當然就要追求卓越了 這個時候呢 從研磨度下手 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而且千萬不要忘了 你還是要維持到一個比較適合你自己的萃取率 那今天就示範其中一種 OK 其中一個研磨度 我往細的方向做示範 那粗的部分呢 我就不示範 希望大家可以自己去想一想 如果是你的話 你面對比你平常使用研磨度更粗的咖啡粉的時候呢 我該怎麼樣做呢 會讓你的咖啡 一樣可以維持很好的風味囉 那我們就開始來 嘗試一下用細的研磨度 那我平常使用粒子C呢 我是用25 那我今天用20 所以就已經明顯 比我平常使用的研磨度 細蠻多了 那這種調整法呢 其實要你建議大家啦 稍微垮度呢 做出來一點 就是你不要說平常用25 你現在只用24或23 有一點點不夠過癮 既然你要挑戰一下你的風格 風味上面的差異性的話 不妨挑戰多一點點 反正挑戰失敗再調回來嘛 沒有關係 所以我直接調五格 已經算調非常非常多了 所以我的思路呢 可以跟大家解釋一下 跟各位在玩這個 調整研磨度的時候 也是要有帶著你的邏輯思考 再去試 不要為試而試 你亂衝是不會好喝的 我平常呢是 研磨度25 然後呢90度的水溫 然後大概是2分10秒左右會沖完 所以呢我今天 用比較細的研磨度的情況之下呢 我就是想要在 1水溫上面呢要稍微調整一下 2我整體沖煮時間上面 會想要調整一下 所以呢待會呢 我的水溫呢 我今天使用的是86到87度 比平常降三度 所以它就有明顯的 萃取的狀況會變得慢一點點 那第二部分呢 我的悶蒸時間呢 會比平常再縮短一點 因為呢其實細粉呢它的 它的粉變細了以後呢 它很快的 豆子的內心呢就會吃到水 就會開始 進入發展 就開始釋放出空 所以我就悶蒸時間 就不需要那麼長 所以呢我只會悶蒸15秒的時間 那後半段呢我用推粉 然後呢跟相對來說 我用比較大的水 把我整體的流速稍微拉快一點點 不會很大 稍微大一點點 那大家可以來看看一下 來觀察一下說 這樣的思考邏輯呢是不是符合我們剛才所說的 萃取率類似 但是調整不同的變數做不同的組合 這樣的思考囉 OK 那我們就開始囉 好 現在水溫是87度 好 我們先做悶蒸 悶蒸的方式是一樣的 但是我們整體的秒數要減少 好 所以呢 好 我們做悶蒸 1 2 3 繞兩圈回中間 OK 跟我平常的給水方式是一樣的 基本上手法呢不會變太多 我只是調整給水大小啊 或者是悶蒸的長短而已 所以可以看87度的情況之下呢 雖然比平常水溫略低 但是我的悶蒸狀況呢還是一樣沒有問題的 OK 15秒到了 我們趕快第二段給水 好 正中間 我們用推粉法 正中間 然後呢 往外繞圈 好 一樣給到180cc 好 OK 越來180cc 看 水比平常用的稍微再大一點點 因為其實 粉末比較細的情況之下呢 我用比較大的水呢 會讓它塞住的現象呢 不會那麼顯著 粉越細其實越容易塞住 所以稍微用大一點的水呢 其實在細粉的情況之下 你的風味上面比較容易清亮 所以這也是 其實也很合理啦 OK 然後給完水後第二段 好 正中間 給水 一樣不要這麼快繞 然後 稍微讓空氣湧出 然後呢 再往外繞 然後我就不斷水了 因為呢 粉很細 如果斷水的話呢 容易讓你的 粉再塞住 所以流速會變得更慢 所以這樣子就可能你的萃取率會容易爆掉 尤其是後半段的部分 那可以看到 我用兩段給水的情況之下 其實呢 第二段的流速還是蠻正常的 OK 好 那我一般是2分5秒到2分10秒之間 那這邊呢 悶蒸減掉15秒 然後後半第二段跟第三段的兩段呢 加起來呢 我們1分55秒左右就完成了 大概省了15秒鐘左右 所以就符合我們剛才所說的 當我岩溫度調的比較細的時候呢 1可以把溫度調低一點點 2呢 我可以讓整體時間縮短一點點的 都有可能讓你的風味 維持以一定的萃取率 但是呢 你的風味的組成會變得不一樣 就可以試試看 哪一個是 可能對於這招來說更好喝的方式 當你有了兩三招 不同的研磨度的 造成的風格的時候 你會發覺說 其實這個在各種 有非常非常多有趣的組合 可以讓你的咖啡風味變得更不一樣 那我們來喝喝看 嗯 其實香氣的部分呢 雖然悶蒸時間變短 但是其實香氣的部分沒有變少 因為呢 其實我的 剛開始悶蒸 研磨度夠細的情況之下 它的萃取的 東西還是滿多的 整體喝起來呢 乾淨度很夠 而且尾巴的 巴底的部分 一點都沒有比較少 那這個意思就是說 當我用這麼細的研磨度的情況之下呢 我降低水溫跟加快流速 也只是剛好而已 如果我沒有做這些事情的話 它尾巴一定會爆的 巧克力味非常的濃郁 甜感也很好 覺得比平常的 學長沖煮的這一隻豆子的 調性差異是稍微再偏後段一點點 如果我想再推前段一點的話 可能水溫還要再降低一點 或者說研磨度呢 再回調一點點 我再出個一格吧 其實又可以往正中間再調整一點點 但是呢 其實風格上面呢 就跟我平常調的25 差滿多的 而且其實 各有不同的好喝程度 那今天這個示範呢 其實不是一定的 它只是一個拋磚引玉 是來跟大家溝通一下說 如果你希望你的手沖能夠更進步 如果你希望你可以有更多不同的招式 可以來面對不同的豆子的話 來思考研磨度 然後並且從研磨度 研發出了變速調整 如果你能夠掌握到的話呢 你一定可以讓你的手沖更進步囉 OK 那我們今天的Civetone攻略呢 就說到這邊為止囉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